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时候面对男人的花言巧语就被蒙蔽了双眼 其实很多时候男人只是用着最廉价的方式去对待你 对于女人来说 能遇到一个真心疼爱自己的男人 就是此生最大的幸福了 女人渴望着这种幸福 却发现幸福真的来之不易 女人把恋爱作为获取幸福的途径 过往的经历却告诉女人 恋爱带来的不只有甜蜜 还有痛苦与折磨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根本原因在于爱情里面掺了甲 你以为你得到的是真情 但其实只是假爱而已 真情和假爱本不该混为一谈 很多女人却傻傻蒙蔽了自己的双眼 女人物把男人的假爱当真情 受伤也就在所难免了 面对爱情 女人应该擦亮自己的双眼 时刻保持理智 不被男人的假爱所欺骗 你才真正能得到你想要的幸福 你要知道真情和假爱的表现 是截然不同的 尽早区分清楚 你才不会落得满身伤痕 可能你会觉得 只要男人有在为你付出 那他的爱就假不了 可你也该知道 付出也是有高低之分的 不是所有的付出都代表着真情 事实证明 有的男人虽然在为你付出 但也只是敷衍了事 他的付出毫无成本可言 压根就代表不了爱 总有一天你会明白 男人假爱你的表现 就是低成本的付出 一 只会说好听话 没有任何行动 动听的情话 虽然能满足女人对浪漫的向往 却不能证明男人的真心 这种不用投入任何成本的好听话 恰恰就是男人假爱的表现 男人早已摸透了女人的心理 知道女人是耳听爱情的 自己只需要动动嘴巴 就能搞定一个女人 如此低成本又很轻松的事情 他自然乐意去做 不过男人对你的兴趣 也仅仅只能支撑他 达到说好听话这个阶段 并不会让他有更确切的行动 一个连行动都没有的男人 怎么可能是真的爱你 一个连行动都没有的男人 不过只是和你玩玩而已 希望你能明白 这种只会说好听话 却没有任何行动的男人 是不值得你去依靠的 他越是想靠着低成本的付出来搞定你 你就越应该摆出自己的姿态 别傻傻中了他的糖衣炮弹 大多数女人都是耳听爱情的 听到男人说几句好听的话 心就飘飘燃了 根本没有认真去辨别过 这些话的真假 正因为女人太容易被甜言蜜语蒙蔽 才给了男人伤害你的机会 但凡你谨慎一点 你都会发现 总对你说好听话 却没有任何实际行动的男人 只是在消遣你 并不爱你 真心爱你的男人 反而说不出什么动听的情话 只会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向你证明他的心意 唯有消遣你的男人 才总把好听话挂在嘴边 许下很多承诺 却从不对限 张小贤曾说过 一个承诺在最需要的时候 没有兑现 那就是出卖 以后再兑现 已经没什么意思了 可这世间的女人 却喜欢守着承诺过一辈子 明知道等不来兑现的那一天 却还傻傻以为 对自己许下承诺的男人 就是真的爱着自己 女人别傻了 承诺从来都不是爱的代名词 对你许下承诺 却从不对限的男人 从来都不是真的爱你 许一个承诺只需要一分钟的时间 而兑现一个承诺 却需要一辈子的时间 一分钟和一辈子相比 实在太过廉价 男人只肯花一分钟来许下承诺 却不愿花一辈子来兑现承诺 就足以证明他的爱有多假 你把承诺当爱 他却把承诺当敷衍 你守着承诺生活 最终换来的就是一场空 正所谓 行动才是真心最好的证明 一个只会说好听话 却没有任何行动的男人 不过只是玩玩而已 一个敢于用行动来爱你的男人 才最值得你去托付终身 女人千万不要被男人的花言巧语所蒙蔽了 男人说再多好听话 也不足以证明他的真心 遇到这样一个消遣你的男人 及时远离才是最正确的选择 二 送你很多礼物 却不愿花时间陪你 都说一寸光阴一寸金 寸金难买寸光阴 若把金钱和时间相比 时间要宝贵和值钱的多 用金钱来搞定一个女人 看似投入了很多 但其实是低成本的 用时间来表明自己的决心 看似一毛不拔 但其实才是爱的体现 如果一个男人送了你很多礼物 却不愿意花时间来陪伴你 那他对你多半就只是假爱 如果他真的爱你 他甘愿把所有的时间都交给你 金钱买不来时间 金钱也买不来真情 所有的真情都是在时间的流逝中 得到验证的 唯有在时间上为你付出的男人 才是真的爱着你 你可不要因为得到了男人的一点小恩小惠 就天真的以为男人是真的爱你 你要知道 礼物只是低成本的付出 花时间陪伴才是爱的最佳证明 对于一些男人来说 爱情只是他打发无聊时光的一种方式 并不是他的责任 在这种心理的影响下 他也就不会为爱花费什么高成本了 虽然他也会有一些付出 但这只是他的战术而已 他就是想用低成本的付出 来换取女人高成本的回报 如果女人轻信了男人的低成本付出 误以为男人是真爱自己的 并且毫无保留地为他付出 那你最终只会落得一个 一无所有的下场 这样的代价 不是每个女人都能承受的 要任何女人落此下场 所以希望女人能够明白 男人假爱你的表现 是低成本付出 无论男人对你有多好 只要他的付出是低成本的 你就不该轻信他的爱 守好自己的心 你才能尽早遇见真心爱你的人 你若轻信了男人的花言巧语 就会落入男人设好的陷阱 沦为他的消遣工具 等到你清醒过来时 一切就都完了 不走心的爱 装得再怎么逼真 也会有破绽 判断一个男人 是不是真的爱你 不要只看表面 而要看他真正做了什么 时间是最好的证明 唯有在日复一日中 愿意为你踏踏实实付出的人 才是真心实意 想要给你幸福 在感情中 女人可以适时掌握主动权 当主动权在你手上时 男人的花言巧语 便不再那么伤人 你有自己的判断 爱情不能骗人 它的一举一动 都会出卖他的心 真爱你的男人 满眼都写满了我爱你 真情流露 不爱你的人 就算他说一万次我爱你 也只是说说而已 余生很长 愿你幸福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会员朋友 欢迎留言 告诉我你的感受 别忘了点赞 分享给你的好友 Facebook也能和小悠私信交流哦 期待与你相遇 感谢观看